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現在和大家看最後兩間博企 永利和澳博方面,看看他們這10年是要做些什麼 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眼公司的常務董事 陳志定說,公司未來是會投資177.3億 其中有165億用來開拓國際客源 和進一步拓展多元化的飛博彩項目 助力澳門實現拓展國際旅遊市場 和促進經濟多元的目標 他指出,公司未來10年飛博彩投資會涵蓋多個領域 娛樂表演、會展、文化藝術、美食 重點項目包括打造一座獨一無二的全新劇院 舉辦世界級娛樂表演 而永利藝術館亦會推出主題展覽和互動藝術等元素 去發展文化藝術和建設一座展示著名國際藝術家作品 和提供互動裝置的戶外雕塑花園 想當中仍然有提到會展 但他說會建一個戶外雕塑花園 其實某程度上來講與威尼斯那個 我估計差不多幾多 威尼斯亦都說要建一個花園 我們看看奧魚綜合說什麼 根據他說法 承諾未來10年會投資140.33億 當中有120億用來開拓國際客員和飛博彩項目 公司常務董事何超鳳就講 首階段會主力開拓北亞和東南亞市場 亦都計劃在多個有潛力的市場 設立辦事處推廣飛博彩業務 娛樂場亦都會設立國際旅客 專區他提及到要將澳門歷史城區活化方案等等多個方面 用來吸引旅客來澳門和逗留在澳門長少少的時間 例如將新馬路片區打造成為全新的文化地標 翻新公司酒店去增加設施 聘請專家活化澳門皇宮和提供餐飲零售和文化展館等等的旅遊元素 亦都要邀請國際級和亞洲級的足球隊來澳門作賽等等的體育項目 現在澳漁上本地員工比例長期維持在九成 中高層的管理人員比例去到九成四 確保障本地居民就業優先 現在見到好像是德澳漁綜合 澳漁綜合就沒有說到做會展的 但他講到是活化澳門皇宮和翻新自己旗下的酒店 最有意思的一點 他講緊的就是要將新馬路有一個區 造成一個文化的地標 這點是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呢? 我們拭目以待看看他之後怎樣發展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想講下邊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